我,一个顶级女杀手 被一群人贩子拐进大山 等他们意识到我的身份时,已经晚了 一,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被扔在一个土炕上 双手和双脚都被绳子绑着 屋里正中放着一个火炉 火炉旁蹲着三个男人 其中一个正对着我,满脸落腮糊的男人 看到我醒了,露出一脸不怀好意的笑 他舔了舔嘴,道,那妞醒了,怎么办 另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黑黑笑道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我露出惊恐的模样,看着他们 声音哆哆嗦嗦的问道 你们,你们是什么人,想,想干嘛 另一个光头男站了起来 他嬉皮笑脸的说,我们要干嘛,你看不出来吗 今晚伺候好哥几个,我们可以考虑 把你卖到个好点的人家 迷彩男也站了起来 他接话道,别想逃,也别想耍花样 你要是动歪心思,老子就把你卖给五六十岁的老光棍 让你下半辈子,就像个牲口一样被拴在猪圈 哈哈 他说完,另外两个人也哈哈大笑起来 最后,那个落腮糊男人也站了起来 他拍了拍光头,说道,去外面拿点酒,今晚咱就先尽尽兴 这妞看着,比上回那个还带劲啊 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光头男点点头,起身向外面走 不一会儿,就抱回来一大箱雪花啤酒 三个男人各自拿了一瓶酒,再次站到我面前 像猎人盯着猎物那样,贪婪地打量着我 他们开始商量,待会儿谁献上 我向后缩了缩,背靠到墙上,身子全缩成一团 用充满哀求的眼神,看向这三个恶棍 与此同时,内心也开始悄悄盘算 这三个人,待会儿要流水当活口 而谁,又该第一个死呢 二,我叫桑鱼,是个女杀手 16岁入行,21岁在业内扬名 今年刚好是第十年 半个月前,我接到了一单生意 客户是国内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 委托我去西北大山的某个村子里 救出他疑似被拐卖到那里的女儿 我跟他派来的委托人说 解救拐卖妇女这种事 有警察,找我一个做杀手的干嘛 委托人去告诉我,救出女儿,只是其次 我最主要的任务,是找到那个村子 找出参与拐卖他女儿的人 欺负过他女儿的人 然后把他们一个不留地,全都杀光 老总的千金叫白雪 和男朋友去那里的一座小城旅游 他中途和男友闹别扭 一个人跑走,就此走丢 有人说,最后一次看见他 是和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在一起 并上了一辆小巴 白大小姐涉事未深,心思单纯 看情况,应该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白雪失踪到现在,已经快三个礼拜了 这三个礼拜,很难说他会遭遇什么 难怪他爸不愿报警,而是找到我 既想引蛇出洞,又要捅捅灭口 找我这样一个业内有口皆碑的女杀手 再合适不过 于是我接下了这单任务 独自来到西北这座小城 装成人生地不熟的游客 待到第七天 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果然来找我搭讪 她在得知我是独自来旅行后 便自告奋勇要带我去一个 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小众景区 并说那里拍照特别好看 我故作迟疑了一会儿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接着我们便一起上了一辆小巴士 车子开了约莫一小时 在一处景区停下 我们下来逛了一圈后 女人又说她家就在附近 并邀请我去尝尝她家自制的本地山楂制 这次我没再犹豫 而是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进屋的那一刻 她心里的台词应该和我一样 上钩了 在她家 我假装喝下了估计掺有安眠药的山楂制 然后便装作慢慢昏倒的样子 随后 我感觉屋里进来了几个男人 他们用当地方言和女人聊了一会儿后 便上来将我手脚捆住 再次抬上了一辆车 等我装作昏睡了很久 终于醒来的时候 那个妇女已经不见了 面前 变成了这三个脸上写满了饥渴的男人 三 我 我要上厕所 我喊道 三个男人听到后 再次哈哈大笑起来 我说 你们 你们也不希望 我待会尿出来吧 光头男猥琐地笑道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不希望呢 洛塞胡道 让他去 怎么这些女的 就想不出别的招了 迷彩男立刻站出来说道 那这次换我带着 我看着他们 恬不知耻的样子 内心忍不住 泛起一阵阵恶心 看起来 他们好像误以为 我是要借着上厕所的名义逃跑 而且他们也相信 我绝对逃不出去 所以满脸写着 我看你待会儿能玩出什么花样的模样 迷彩男走过来 解开我脚上的绳子 将我一把拉起来 然后凑到我耳边说道 美女 我可警告过你 敢逃跑 你就完蛋了 我点点头 她忽然伸手拍了一下我的屁股 说道 走吧 我们走出屋子 外面已经天黑了 我才看到 屋子前面有一条土路 将屋子和一大片菜地隔开 路的另一头延伸像一小片树林 而屋子后面 好像是一片似乎深不可测的大山 男人将我带到一个土路边 一纸旁边黑漆漆的水沟 说道 去吧 我说 你 你不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 我怎么上厕所呀 黑暗中 男人笑道 哦 你是没法脱裤子是吧 没关系啊 我来帮你 她说着 就哈哈笑着弯下身子扑向我 而我等的 就是这一刻 四 我被绑住的双手忽然抬起 然后一下子向下套住她的脖子 她愣了一下 嘴里念叨着 你这婆娘还挺主动 但下一刻 她就笑不出来了 我转到她身后 胳膊已经将她的脖子狠狠勾住 手肘内侧精准地卡在她的颈动脉上 然后开始发力 她大概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弱不金风的女人 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她的双手拼命挥舞 向上试图抓住我的胳膊 但没用 我在心里默念了十五下 这个男人便不再挣扎 晕了过去 我放下她 走到下面的水沟边 找出一块看起来还算尖利的石头 先慢慢磨断了手上的绳子 然后走回到晕倒的男人面前 开始回想 刚刚她轻薄我的是哪个手 对了 应该是右手 想起来后 我便举起石头 朝着男人的右手手肘狠狠砸下去 男人被痛醒 他吃惊地看着我 刚要喊出来 下一秒 石头已经落到了他的脸上 五 我将迷彩男拖到小鹿下面的水沟边 站起来拍拍身子 却看到前面不远处 那个光头男正看着我 我跳上小鹿 转身朝着土路另一头的树林跑去 光头男一边大喊着 大哥 那件人跑了 一边飞快地朝我追来 在快跑到小树林的时候 我故意摔倒在路上 然后爬起来 装作一瘸一拐的样子 等那个光头男渐渐接近我 我听到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身后 声音恼恨地骂道 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女人 你觉得自己逃得掉吗 看我一会抓你回去后 怎么玩死你 我停下脚步 不走了 他说 对嘛 这就 他话还没说完 我已经一个回旋踢 狠狠踢中了他那颗光溜溜的脑袋 光头男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身子向前晃了晃 接着便重重地倒在地上 我掏出刚才捆住自己双手的绳子 将被我踹得迷迷糊糊的光头男绑上 然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 说道 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男人 都不知道先去找找自己的同伙 去哪里了吗 我拖着光头男走出树林 看了看不远处的小屋 那个迷彩服男人还躺在水沟边 但那三个人里的老大 那个洛塞狐好像并没有出来 我皱了皱眉 难道这大哥出来看到眼前的情况 跑了 但他们将我带来的那辆车还停在门口 那么 这个男人应该还藏在这附近 看来是想和我玩猫捉老鼠 我将光头男扔到一边 先回到小屋里 屋子里的火炉还在烧着 但已经没有人了 好在我的背包还在 我弯下腰大致检查了一下 发现东西并没有少 而就在这时 身后的门 传来被轻轻推开的声音 我转过身 看到洛塞狐正举着一把猎枪描向我 六 洛塞狐一边举着枪 一边恶狠狠地说道 你居然把老儿伤成那样 你到底是谁 我笑道 我 我不过是个被你们拐到这里 准备卖个好价钱的柔弱女子罢了 洛塞狐配了一口唾沫在地上 然后红着眼说 我不管你是谁 你他妈的还能干得过我手里的枪吗 我没有躲闪 反而向前靠了靠 离他的枪口更近了一些 洛塞狐明显有些吃惊 但更让他吃惊的是 下一刻 面前这个女人居然伸出手 将一只手指头淡定地伸进了枪管里 我曾经被全世界最好的冲锋手枪指过头 一把破单管的土制猎枪算老几 气 你是以为我不敢开枪 还是觉得我手里的枪是玩具 洛塞狐端着猎枪恶狠地说道 他见我无动于衷 又骂道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你拿手指堵住我的枪口 我的枪就会炸糖吧 那你有本事就试试 我当然不会觉得 用手指堵在他的枪口上 就会让猎枪炸糖 一个杀手 更不会拿自己的手去做冒险 但我依旧没有将手缩回去 洛塞狐被我的冷漠彻底激怒了 他大声叫嚣道 你难道觉得 枪里没有弹药 你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疯婆娘 我现在就崩了你 我看到他窝在扳机上的手 正在微微向下压 连忙将伸进枪口的手指头缩回来 并向后猛退 给老子死 洛塞狐一边得意地大喊着 一边扣动了扳机 只听轰的一声 猎枪炸糖了 爸 我将胡子被烧掉一半的 洛塞狐男人也绑了起来 然后出去 费了半天劲 才把外面两个也拖回来 此时已经是后半夜 洛塞狐稍微清醒了一点 他看向我 眼神里流露出了真实的恐惧 我在他面前扔了一个 一纸大的小水袋 里面装的是液体葡萄糖 用来紧急时刻补充体力的 刚刚洛塞狐以为 我是拿手指堵枪管 其实我是往枪管里 塞了一个这样被划破的小水袋 而这种土制猎枪 枪管只要一湿 就会炸糖 你 你是警察 还是什么人 洛塞狐知道 我对他的猎枪搞的小动作后 脸彻底垮了 我没有搭理他 而是出去接了盆冷水 将脸被砸得血肉模糊的 迷彩男扑醒 然后拿出白雪的照片 问他们 这个女孩 是被你们骗走卖掉的吧 迷彩男和光头不说话 洛塞狐则迟疑了一会儿后 慌忙摇头 但可惜 他们脸上准瞬即逝的微表情 已经告诉我 白雪 就是这哥仨绑走的 我一言不发地走出屋 来到他们的汽车前 钻到车底撬开油箱 用一个空的矿泉水瓶 接了半小瓶汽油 走回屋里 将汽油与路均沾地 淋到了这三个 还想嘴硬的男人身上 我点上打火机 对他们说 说出这女孩下落 我就饶了你们的命 说不出 我会把你们 连同这个屋一起烧了 是 是 大姐 大姐 是我们拐的 光头男身子猛的前倾 屁股高高撅起来 就像在给我磕头求饶 我说 很好 下一个 抢答题 他被你们拐到哪里去了 答对的 可以活命 光头男继续说道 风寨 风寨 离这边 我记得大概是有三四十公里 这么近 你们不是一般会把被拐来的女孩 卖到很远的地方吗 因为你 你这个朋友 脾气大 我们怕卖得远了 会出什么乱子 一旁的迷彩男 结结巴巴的说道 懂了 明天开车 把我送过去 看来这个大小姐被拐了后 还是没有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的处境呢 那他这三个礼拜 估计是不太好过了 我说着站起身 走到我的包前 拿出一根眉笔 我把眉笔的一头拔掉 露出里面 一截比手术刀还要先洗 但却同样锋利的刀片 落腮胡子 看到我拿出这把小刀 惊恐地问我要干嘛 我笑道 我不是说了吗 答对问题的人 才能活命啊 就 我给光头松了吧 让他自己挖坑 买好了两个同伴的尸体 做好这一切 已经是凌晨两点 落腮胡临死前 还朝我吼道 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 只要敢踏进风寨 就是死路一条 别想再出来 哈哈 他难道以为我是被吓大的 我把光头男重新绑好 然后告诉他 别想逃 也别想耍花样 敢逃跑 你就完蛋了 这是他那位 迷彩服朋友的原话 六点左右 我在土炕上醒了过来 察觉到面前多了一个身影 我眯着眼观察 发现那居然是最早 找我搭讪的那位大妈 只见他捏手捏脚的 走到光头男面前 开始小心翼翼的 为光头男松绑 我闭上眼假妹 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妇人很快给光头男松了绑 我听到光头男站起来的时候 步履有些亮呛 被绑了一晚上 应该是身子抹了 等两个人的脚步声 亮亮呛呛呛的出了门 我也站了起来 走到门口 我看到他们正相互搀扶着 朝廷在屋外的那辆 白色东风日产跑去 我拎上包 开始悠哉悠哉的跟在后面 他们跑出去几步 就注意到了身后的我 妇人大喊着快点跑 光头男带着哭腔说 妈 我腿还麻着呢 哦 原来是母子啊 妇人开始气急败坏的 拍打光头男 你要是个男人 就回去 宰了这小娘们 替你两个哥哥报仇 光头男扭过头 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微微一笑 冲他们打声招呼 不知道是不是我笑得 不够和蔼可亲 我笑玩 光头男居然扑通一声 朝我跪了下来 他跪在地上 开始拼命磕头道 大姐 饶了我们吧 饶了我们吧 我走到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的光头面前 看了眼那个妇人 说道 多了个乘客嘛 那就一起走呗 光头男站起来 抹了把脸上的眼泪鼻涕 连声说好 然后上了车 坐到了驾驶座上 我则带着妇人 坐上了后排 坐好后 我掏出那根眉笔 将刀尖放在光头男的脖子上 还是那句话 别耍花样 不然后果自负 光头男点头如捣蒜 车子就这样 开始向着大山深处开去 十 两个小时后 车子还是在路上 就算是四十公里的路 也早该到了 我意识到 这对母子不长记性 又开始想着耍花样了 我问他 还没到吗 光头男哆哆嗦嗦地说 这地方 之前大哥常来 我 我来得不多 有点记不得路 我呜了一声 然后扭过头问旁边的女人 那你认得路吗 妇人恶狠狠地瞪着我 不知道 没来过 但她眼神里 短暂出现的躲闪 分明又一次告诉我 她在说谎 行吧 那你就慢慢找吧 我说着 将眉笔从光头男的脖子上放下 转一把抓住了女人的手腕 你 你抓我干嘛 你还怕我跑了 妇人问道 你能跑去哪里 我笑道 我这不是怕您太紧张 想安抚一下您 黄鼠狼给鸡拜年 妇人愤愤不平地说道 我没有再说话 车子继续向前开 这里的山都长得差不多 我也搞不清楚 光头男有没有在兜圈子 但故意拖延时间 是肯定的 大约又开了半个小时 在开到一座横跨在河沟上的石桥时 我忽然对光头男命令道 拐过去 后视镜里 光头男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丝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的手微微握紧方向盘 说道 我 我不确定 是不是这里 就是这里 拐过去 我继续冷冷地命令道 好好 光头男微微诺诺地答应着 将车子拐上石桥 前面不远处的半山腰上 果然出现了一个村子 是前面的村子 对不对 我继续问道 好像 好像就是这里 光头男支支吾吾的说道 你 你来过这里 一旁的妇人面带惊恐的问道 我松开妇人的手 你没必要知道 我从一开始 就根本不相信 他们会老老实实地带我到目的地 所以我用了一个心理学上的小技巧 抓住妇人的手腕 是为了感受他的脉搏 只要车子经过那个 他心里有鬼的地方 他的脉搏 就一定会忍不住跳得更快 车子开过石桥 我告诉光头男 把车子停下吧 谢谢你们把我送过来 我诚心的感谢 但我讨厌蠢 且不自知 并且喜欢搞小把戏的人 所以接下来 换我送你们上路了 十一 处理完这个女人和光头男 又把车子藏好后 我在车上稍作休息 才开始朝着村子的方向 步行前进 此刻 我的身份依旧是一名对报客 在这深山里游玩时迷了路 想要在这个村子借宿一晚 这个村子坐落在一个山坡上 四面都是看起来很陡的山 只有一条山下的小路 延伸到石桥外的公路上 如果有人想从村子里逃跑 只能走这条小路 而村民居高临下 想必很轻易就能看到 我快走进村子的时候 村子里的一些人已经看到我 他们原本三三两两的 坐在一起抽烟 此刻全都站起来 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 我也抬头看向这个村子 看到坐在村子外面的 男人居多 灵星也有一些上了年纪 头上缠着蓝布的老太太 和我一般大 或者三四十岁左右的女人 居然一个也没有看到 我猜 要么是这个村子太穷 光棍太多 要么就是这个村子的女人 都被关在家里 不准出来 我又想起落腮胡子死前的警告 他说我进了这个村子 就别想再出来 呵呵 我倒要看看 这个村子里都有些什么妖魔鬼怪 几个看着流里流气的男人 忽然顺着这条小路 从村子里跑了下来 他们将我团团围住 嬉皮笑脸的打亮着我 我冲他们友好的笑了笑 然后问道 请问这是哪里 小妹妹 你是怎么了 其中一个染着黄毛的男人问 我将自己之前想好的说辞 对着男人说了一遍 然后问他 能不能在这里过个夜 回头城里的朋友会来接我 几个男人相互对视了一下 脸上露出了 让人不太舒服的笑容 然后他们大喊着 当然可以 便开始争先恐后地带 我往村子里走 不一会儿 一个叼着汗烟 细长眼睛的男人也走了出来 一个穿着灰大衣的男人跟我说 这个就是村长了 我点点头 也冲村长礼貌地笑了一下 告诉他我叫桑鱼 是来旅行的 村长听完那几个男人的描述 也笑起来 露出一口被汗烟熏黄的 参差不齐的牙 他伸出手说道 欢迎你到我们风寨来啊 我们会好好招待你的 对不对啊 他说着 双眼眯缝着 环视了身边这群男人 男人们嬉笑着点着头 接着他悬在半空的 两只手冲我摇了摇 事宜我还没和他握手 我忙将自己的手伸了过去 村长一把抓住 两个大拇指在我手背上来回摩缩 桑鱼 桑鱼 真是个好名字哟 我们村也有好多桑树和鱼树里 他说着 再次看向那群男人 彭牙子 这女孩今晚就住你那里 只见村长把我拉到他面前时 这个满脸坑坑哇哇的男人 脸上也立刻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喜悦 我低头叫了声 彭大哥好 这个男人点点头 村长此刻终于舍得放开手 他让彭牙子先带我去他家里休息 与此同时 我便跟着彭牙子进了村 走到一半 我回过头 看到村口那群男人还在望着我 连同村长在内 脸上都露出了痴汗般恶心的笑 我也对着村长 回了一个大大的微笑 因为我心里正在盘算村长的那双手 是剁掉好呢 还是烧掉好呢 12 彭牙子的房子 是西北山村里常见的四合院房子 一进门 院子里有个小女孩 正在卖力地洗着衣服 看样子 不过八九岁大 我玩 彭牙子一指那个小女孩 然后表情严肃地说 来客人了 还不叫生姐姐 女孩抬起头看向我 怯生生地叫了生姐姐 我看着这个 正蹲在有他半个人 这么大的塑料盆前洗衣服的女孩 皱了皱眉 这个小女孩 虽然脸上的表情有些呆滞 皮肤也有些有黑 看起来脏兮兮的 但两只眼睛圆圆大大 五官也都很小巧 对比一下旁边这个 长着他鼻后唇的彭牙子 我敢断定 这女孩绝不是他女儿 大哥 怎么没看到嫂子 我问道 我还没 哦不是 他妈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 彭牙子又指了指女孩 女孩低下头 这男人一开始是打算说什么 是说自己还没娶老婆吗 我脸上故意装出遗憾的样子 连恋向他道歉 但彭牙子却一副没关系的样子 丝毫没有正常人提到王七时的难过 没娶老婆 却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小女孩养着 看起来也不是特意为了传宗接代吧 难道说 我想到这男人可能的癖好 不禁感到一阵恶心 我再次看向这个小女孩 她继续低着头 面无表情地搓洗着盆子里的衣服 我被收养的时候 似乎也是她这个年纪 一个念头忽然在我心里冒了出来 任务结束后 带这个女孩一起走 我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 心想自己是不是疯了 我可是个杀手 怎么能做这种节外生枝的事情 午饭是彭牙子让女孩去村口买的一些熟食 我们坐下后 女孩还迟迟不敢入座 彭牙子很尴尬 让女孩赶紧坐下 然后对我说是因为女孩怕生 我摸了摸女孩的头 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软心巧克力 递给她 不是很贵的牌子 但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吃 总是随身带着鞋 女孩接过 小心翼翼地说了声谢谢姐姐 我则莫名有些心酸 因为刚刚手心抚摸过女孩的头顶时 我分明摸到了一些小小的 隆起的包 正吃着 院子里忽然传来敲门声 彭牙子 开门 这一声喊 彭牙子立刻放下手里的碗 蹭的一下从木凳上站起来 然后弯着腰匆匆去开门 我也跟着站起来 朝院子里看 好奇是什么人让彭牙子这么着急去开门 听声音也不像是村长 与此同时 门开了 一股很浓的血腥味 从外面飘了进来 十三 一个高高大大 光着上身的男人走了进来 而彭牙子就毕恭毕敬的 跟在这个男人身后 九哥去打猎了 彭牙子说道 那个被叫做九哥的男人点点头 说道 书说的那个迷路的女人 住你这里 此刻 我已经从堂屋走了出来 两个人看了一眼我 彭牙子连忙互相介绍道 这是九哥 九哥 这是那个来村子住宿的女孩 叫桑鱼 我叫彭九根 男人说道 她的眉毛很淡 近乎没有 眼神里 有着瘦一般的阴质 看上去 好像不是好对付的角色 要不 让他去九哥你那边住 你那边地方还大一点 彭牙子讨好的说 我不动声色 继续微笑地看着这两个人 彭九根淡淡回了去 不用了 我那住满了 我就是来看看 彭牙子继续邀请彭九根 问他要不要进去吃点 但同样被他回绝 就在这时 隔壁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女人的哭喊 哭喊声里夹杂着求饶 以及男人的重马 我脸上露出了一些不快 彭九根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 忽然转过身对我说道 娶来的婆娘买来的马 任我骑来任我打 妹子你别害怕 我们乡下就是这样 感情是越打越好 我苦笑了一下 没有说话 彭牙子也插话银河道 对对 老话说得好 打出来的老婆揉出来的面 彭九根说道 也让庄子注意点 大白天的刚来的客人影响不好 彭牙子听到这话 忙扯着喉咙喊了一句 庄子 九哥让你别打了 有客人 彭牙子话音刚落 隔壁的咒骂声便停了 只剩下女人小声的啜气 彭九根那张音质的脸上 露出了满意的笑 他没再说话 转身便朝外面走 彭牙子忙 跟在后面送他 我才注意到 这老哥背上 居然纹了一只展翅的大鹏鸟 这是学日本黑社会吗 往背上纹身 看起来 这个彭九根 才是这个村子里真正的老大了 白雪 会不会就被关在他那里 十四 下午 我让彭牙子 带我在村子里转一转 彭牙子满口答应着 村子里大部分是彭牙子 这种四合院平房 不少屋子的围墙 还是传统的 掺杂着石头的夯土墙 只有彭九根的屋子 是个三层的小洋楼 他家的院子大门敞开着 能看到 里面挂着一只 被包了皮的野猪 可笑的是 这个看起来明显 并不富裕的村子 居然安了四五个摄像头 这些摄像头 想必不是为了防贼吧 我打开手机 找了一首粤语歌 开始外放 歌曲叫《月球下的人》 那位老总之前提到过 这是白雪最喜欢的一首歌 如果他所在的位置 能听到这首歌的话 我希望他能弄出点动静 彭牙子听到我放歌 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摇了摇手机 问他没事吧 彭牙子没有说话 我们就这么溜达了一圈 但并没什么异常 难不成是被关到地窖里 所以听不到 我想起传闻中 这位大小姐的脾气不太好 所以搞不好 还有一种最坏的可能 他已经遇害了 在一个村子里找人 总比在一座大城市里 捞人要容易得多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抓一个人来问问 但这样肯定会暴露我自己 那样子的话 就得做好 马上和整个村子做对的打算 但这也不难 再给我的一天的时间 我应该就能摸清 整个村子的人数和实力 毕竟整个村子的地形 我已经在下午完全记住 最顺利的结果 是明晚找到白雪 把他送去安全的地方后 再回头对付村子里的人 但如果白雪已经遇害 那就只好让这个村子里的 所有帮凶 给他陪葬了 15 晚上 信号开始变得不太好 彭牙子看我刷着手机 却频繁跳出 网络不可用的提示 解释说大山里是这样 信号时段时序 我嘴上说着理解 但心里清楚 这是村子里的人搞的鬼 电磁信号干扰仪 村口竖着的电线杆上 就绑了一个 他们大概以为 我不认识这玩意 外面开始不识传来 女人的哭声 有远有近 我看向彭牙子 但他却似乎没有听到一样 因为手机没有信号 我便早早进了彭牙子 给我准备的客房躺下了 临走前 彭牙子忽然给我 递了一瓶山楂纸 他说这是他们当地的特产 一定让我尝尝 我拿着山楂纸 既好笑这帮人 毫无创意的拙劣伎俩 又好笑 这男人居然已经 这么迫不及待 我推辞了一下 说自己对山楂过敏 彭牙子脸上 露出失望的表情 他大概还不知道 我这样是为了 让他能多活一天 要是这男人 今晚就死在我手里 明天白天 估计会给我招来提些麻烦 影响我继续调查 这座村子的情报 躺在床上 我开始思索下一步的计划 可没想到十几分钟后 彭牙子居然出现在我的屋外 他敲了敲门 问我有没有睡着 听上去就是一副 还不死心的样子 我告诉他就要睡了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明天讲 但他并没有走 而是掏出钥匙 将我原本已经反锁的门打开 我皱了皱眉 多少有些没有想到 这个看着怂得不行的男人 居然打算应来 他随后推门进来 直接走到我床边 我装作惊讶地问道 彭哥 你有什么事吗 黑暗中 就让他们明天 明天不卖掉你 说着 他便冲我扑了上来 但他没想到 面前这个本该下的 哇哇大叫的女人 居然主动赢了上去 十六 彭哥 你别急呀 我趴在他耳边 轻轻喝起 你这么好看 哥哥能不急吗 彭牙子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但手上的动作却慢了下来 我进一步贴近他 手开始慢慢抚摸他的身体 彭哥 我也喜欢你这种 有点野性的汉子 城里那种怂祸 我根本都瞧不上 哈哈是吗 那太好了 哥哥也喜欢你 哥哥爱死你了 彭牙子一边说 一边一把抱住我 他们都不敢碰我 不像你呀 我手指继续撩拨着他 彭牙子本来 已经在急着脱衣服 听到这里 忽然呆住了 他从我身上起来 问道 他们 他们为什么不碰你 我继续靠上去 笑道 那还用问 他们怂悲 嫌弃我不干净 没想到这个男人 却一把将我推开 你甚是有什么病 我装作委屈的说道 彭哥 城里男人娇生惯养的 怕就罢了 你不至于 也怕吧 彭牙子一咕噜 从我身上爬下去 直愣愣的看我 我从床头拿过包 从里面掏出一个瓶子 在黑暗中晃了晃 没事的 得了的话 就跟我一起 每天吃这个药就行 彭牙子大骂道 会气 真是他妈会气呀 他说着便不再搭理我 拉开屋门 急匆匆的走了出去 我叹了口气 将那盒装着巧克力的瓶子 塞回包里 也不知道这样装病 能不能让我在这个村子 顺利带到明天早上 我刚想躺回到床上 院子里却又传来一声哭喊 是那个孩子 彭牙子这个畜生 是去欺负那个小女孩了吗 理智告诉我 今晚还不到动手的时候 此时 我最好保持克制 可是 去他的理智吧 我走出屋子 走到那间传来哭喊声的屋子前 然后一脚 踹开了彭牙子的房门 十七 我冲上去 拎起彭牙子的后衣领 将他一把拉起来 彭牙子惊恐地问 你要干嘛 我没说话 对着他的肚子就是一拳 趁他吃痛弯腰 我又举起手肘 一肘敲在他的脖子上 他就像只蛤蟆一样 被我揍到地上 嘴里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手脚并用的 想要爬起来 但他的头刚抬起来 我的下一脚 已经重重踢在了他的下巴上 彭牙子倒在地上 痛苦地呻吟起来 我走到床边 将女孩从床上抱下来 把他抱在我的怀里 他不是你爸爸 对不对 女孩在我怀里轻轻抽气 然后点了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你的爸爸妈妈 好吗 我将女孩带到门口 指了指前面我睡的房间 女孩依旧抱着我 不愿意松手 我蹲下来 再次抱了抱他 对他说 放心吧 姐姐不会丢下你的 这时才觉察到 他的衣服里还放着白天 我给他的那颗巧克力 还没吃吗 姐姐 等你回来 我可以和你一起吃吗 我点了点头 女孩这才松手 我帮他擦掉脸上的眼泪 看着他走进小屋 这才转过身 走回到那个躺在地上 一脸惊恐的男人面前 你 你是个什么疯子 彭牙子有气无力的说道 这就觉得我疯了 这才哪到哪啊 我将房间的所有窗帘都拉上 然后点起一根蜡烛 所有行动不得不提前到今晚了 看来又得通宵了 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绳子 将彭牙子绑上 然后对他说 我问 你答 你老实的话 我让你少受点罪 不老实的话 我会让你哭着谏言了 十八 审问异常顺利 这个男人比我想象中的 要怂很多 但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风寨 几乎可以说是 家家都参与了人口贩卖 整个村子 就是那些人贩子 与外地买家进一步交易的中转站 人贩子把骗来的女孩 先交到这边 被驯化打服后 再卖到外地的村子 作为补偿 村子里大部分男人的老婆 也都是从这些人贩子 手里得来的 甚至就连他们自己的女儿 生下来 也会直接委托人贩子卖掉 白雪的下落 我也从彭牙子口中打听到了 她并不在那个彭九根的家里 而是被关在彭牙子二叔 也就是村长家的地窖里 但我就像没听见一样 捡起床上的枕套 撕碎后塞进了彭牙子的嘴里 彭牙子脸上再多露出惊恐的表情 我跟她说 曾经有个小女孩 也被一个你这样的恶心男人欺负过 你知道她后来最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彭牙子惊恐的摇摇头 我说她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割腕 说着 我捏住彭牙子的手腕 手指摸索出饶动脉的位置 小时候 我总是找不准手腕动脉的位置 但现在 我比谁都要清楚了 可惜 我的人生已经回不去了 你的一时 大概还能保持五分钟左右的清醒 我的建议是 在这五分钟里 好好忏悔一下自己这恶心的一生 说完这一切 我用小刀慢慢划开彭牙子的手腕 然后吹灭了屋里的蜡烛 走出院子前 我看了一眼那个躺在床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睡着的女孩 我走进去 帮她盖了盖被子 然后在心里默默祈祷 今晚能够一切顺利 19 我戴上装备 默背着白天记下的摄像头位置 在夜色中 小心翼翼的来到村长的屋子 爬上围墙 我先大致看了一下地窖的位置 确认后 便朝院子里正熟睡的那只狗面前 抛了一块昏了安眠药的牛肉 这只狗蹭了一下坐起来 看到面前的牛肉 想也不想 便大块躲移起来 但没吃了几口 便呜呜了几声 倒了下去 接着 我朝正屋的门上丢了两块石头 谁呀 屋子里传来村长的声音 我又丢了一块石头 屋里传来 稀稀素素穿衣服的声音 谁呀大半夜 不一会儿 房门打开 村长披着一件衣服站在门口 我拿出一把外表 看起来是吹风机的套锁枪 瞄准村长的上半身射了过去 带有道次的绳索飞快射出 瞬间将村长绑了个结结实实 我从围墙上跳下来 还没等他说话 先在他嘴里塞了一团碎布 然后我走进屋里 准备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人 但刚推开门 就察觉到 门后站着一个人 手上应该还拿了一把刀 我回头看了一眼地上的村长 只见他正挣扎着 准备从地上爬起来 我收回踏过门槛的脚 重新关上门 退回到村长身边 屋里的人也跟着 慢慢挪到了门后面 似乎在观察外面的情形 我活动了一下腿 然后弯下腰 对地上的村长说 看好了 我只示范一遍 你要是想逃 就是这下场 说完 做了一个助跑后 直接飞起一脚 将前面连门带人 踢进了屋里 砰的一声 门板被我踢开 压在了那个人的身上 与此同时 地上传来刀具掉落的声音 我冲上去 抬起门板 朝地上那人的脑袋 猛砸了三下 直接将他拍晕了过去 看年龄 大概是村长的儿子 这时我才注意到 屋里的床上 还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她正抱着被子 蜷缩在床上 虽然不清楚 她是不是也是 这个村子的受害者 但防患于未然 我还是决定 将地上的这个男人 还有他一起都绑了 等做完这一切 我回头看了一眼村长 她的腿在黑暗中 不断发抖 看样子 一时半会是站不起来了 二时 我领起村长 说道 好好配合我 听得懂吗 村长像小鸡啄米一样 点点脑袋 我指了指地窖 里面 是不是关着一个女孩 村长点了点头 我拿着白雪的照片问 是这个女孩吗 村长看了看 我手机上的照片 再次点了点头 我摸了摸村长的裤腰 从上面扯下一把钥匙 在村长的协助下 打开了地窖的大门 你们 你们 这么晚了 还要来吗 地窖门打开的那一刻 底下传来惊恐的声音 我将村长一脚踹下地窖 然后说道 白小姐 我是你爸派来救你的 地窖里那个女孩 她的头发已经很长 身上的衣服也破破烂烂 脏得要命 手腕和脚腕上 都被拴着铁链 我用钥匙放开它 女孩一下子抱住我 开始嚎啕大哭 我将女孩轻轻推开 环视了一圈 这个狭窄的地窖 正好看到一堆空麻袋 于是捡起一个 将村长套了进去 省得她在乱动 还能走路吗 我问白雪 白雪摇了摇头 我看了看她的脚 脚上被脚铐磨出了一圈水泡 看起来确实不像是 能走路的样子 没办法 我只好将身上的背包取下来 弯下腰 将她慢慢背到我身上 这趟任务真的是 又当搜救拳 又当老黄牛了 回头怎么着 也得让她的老爹 多给我点补偿费 正这么想着 忽然 肩膀传来一阵剧烈的刺痛 我条件反射的 一把扔掉背上了女孩 在地上滚了一圈 等我再次看向 面前这个叫白雪的女孩 她已经一改之前的雷若 一双刚刚还泪汪汪的眼睛 此刻闪烁着脚匣和狠毒 像急了一个杀手 抱歉 手背靠久了 有点麻 没字准 下次我会注意的 白雪舔了舔嘴唇 笑道 21 扎进我肩膀里的 是一根铁钉 右手传来酥麻的感觉 多少有些使不上力了 白雪将我放在地上的背包 踹到一边 左手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变出了一枚铁钉 抱歉了 桑鱼姐 因为你的精神状态 这半年来太不稳定 组织决定对你除名 派我来取代你 是吗 所以从一开始 这就是专门对我下的套了 整个村子 该不会都是组织找来的演员吧 这倒不是 他们 确实是一群货真价实的恶棍 人犯 那为了让我上当 你的牺牲还挺大的 但咱们这行的 不狠点 能行吗 其实仔细想想 打一开始 这个委托就有很多漏洞 一个迫切担忧着 自己女儿安危的老总 是不会愿意等这么长时间 让一个杀手 独自去调查女儿下落 再把她救出来的 如果我是那个老总 又有这样大的财力 在委托人 套出女儿下落的第一天 我就会派一群人 立刻把这个村子 翻个底朝天 但组织清楚 这个委托我一定会接受 因为我 就是他们从人贩子手里 捡回来的 我对这种人渣 恨之入骨 会毫不犹豫的 投进组织 给我设下的这张网 什么精神状态不太稳定 不过是狡兔死 走狗烹的借口吧 这确实是 组织一直以来的作风 没有感情 只有厉害 我把手按在肩膀的伤口上 这枚铁钉扎得确实很深 感觉是伤到了筋 导致我的右手 几乎已经抬不起来 别拔哦 会死的 白雪温柔地提醒 用不着你提醒 我一边说 一边侧身冲向 被白雪踢到一边的背包 白雪也扭头 看向地上的包 并做事要来抢 但她中计了 我的目的并不是地上的背包 而是为了把她的注意力 转移到那上面 趁她视线落到包上的一瞬间 我忽然转身 一脚踢掉了她手里的铁钉 接着蹲下一个划铲 将她绊倒在地上 随后 我们在地上扭打起来 这个女孩的体格远不如我 但可惜 我一只手受了伤 几番扭打后 她还是站了上风 她压在我身上 一只手开始去抓地上 刚刚被我踹掉的铁钉 只是可惜了 同样的当 她居然上了两次 她不知道 我是故意让我们俩 翻滚到了那枚铁钉旁 好让自以为站了上风的她 再一次分散注意力 我趁她注意力再次转移 忽然抬起那只受伤的手 将肩膀上的铁钉 猛地拔了下来 你不要命了 白雪惊诧地回头说道 干咱们这行的 不狠点 能行吗 我说着 就将那枚刚从我肩膀上 拔下来的铁钉 猛地送进了她的脖梗 这种水平 怎么就妄想取代我了呢 肩膀的鞋也开始向外涌 我推开白雪 右手死死压住伤口 看鞋往外冒出来的速度 铁钉应该没有扎到要害 但我现在的问题 倒不是会不会失血过多 而是这种程度的伤口 应该会有感染的风险 不及时处理 这条命怕是要交代在这儿了 我站起来 眼睛感觉到一阵晕眩 也不知道是真的已经感染了 还是体力有些透支的原因 我慢慢靠着墙 正准备喘口气 却看到白雪 居然一边咳着血 一边爬到了我的背包前 糟了 但还没等我上去阻止他 他已经从我包里 掏出了一枚 外表像是口红的小型手雷 那是我们为了防止 任务失败被抓时 用来和对手同归于尽的 这次 我比你要快一点白雪笑道 我转身就往地窖外跑 才逃到地窖口 底下就传来爆炸声 整个地窖 也在我逃出去的一瞬间 被炸它了 因为剧烈运动 肩膀的血冒得更多了 但最危险的恐怕是 我不但所有武器都报销了 这下子 整个村子怕也是要被惊动了 22 我冲进屋子 开始翻找止血用的纱布和酒精 被我绑住的男人刚刚醒过来 看到我的情况 开始对着我冷嘲热讽 但那个女人却意识到我在找什么 开始拼命用眼神示意我方向 我在女人的指示下 果然找到了一瓶酒精和半卷纱布 做了简单的止血消毒处理后 我将女人松开 你也是被拐来的吗 女人拼命点着头 她的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然后咬牙切齿地说 我 我恨不得杀了这对父子 我笑了笑 杀人这种事 还是交给我们这种专业的人吧 只是时间不多了 我所有的装备都在那个背包里 但现在估计也全都报销了 而许多脚步声 也开始朝着这个屋子涌来 被绑着的男人又开始锅躁 我站起来抓着他的头 朝墙上猛撞了几下 他总算再次老老实实地晕了过去 等我刚忙完 院子里就传来了踹门的声音 我站起来开始朝屋外走 女人在后面问道 你没事吧 我苦笑了一下 还好暂时死不了 她又说道 我 我叫温玉 你呢 桑鱼 桑鱼姐 我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好好活着吧 如果可以的话 天亮后去彭牙子的屋里 那里有个叫小鱼的女孩 请带她离开这里 门被踹开了 彭九根带着十几个人 就站在外面 十几把猎枪和他们黑洞洞的枪口 正齐刷刷地对着我 看样子确实有点不太好办 二十三 我们兄弟找到了被你藏起来的车子 那是陈胡子他们的 陈胡子兄弟几个 被你怎么了 彭九根举着猎枪说道 我哪知道陈胡子是谁啊 我笑道 小娘嘛 还嘴硬 一个宽脸男人举着猎枪朝我走过来 后面几个人立刻喊道 柱子哥 记得留活口啊 不然兄弟们后面玩什么 他就是昨天 在彭牙子隔壁揍老婆的那个柱子 柱子听到这话 放下枪 嘿嘿笑道 那是当然 这么好看的一张脸 W可舍不得打烂 他将枪扔给身后的人 然后就朝我扑了过来 我一脚踢在他的装上 他痛得弯下腰 看着我骂道 臭婊 他为一件一巴掌扇在了他脸上 你妈没教过 你要好好说话吗 哦 你 还有你们 应该都没妈吧 我目光轻烈地扫向这帮男人 宽脸男人又要骂 我抬起左手 用力又是两个巴掌 将他一张脸打得通红 然后一脚将他踹回到人群里 那些方才放下枪 准备看热闹的人 此刻忙不迭 又把枪举了起来 亭野 我很喜欢 早知道 昨天就该把你收到我家去 彭九根说道 那今晚第一个死的 就是你了 哈哈哈哈 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我决定了 我不会把你卖给任何人 就让你当我彭九根一个人的女人 我呸了一口吐到彭九根的脸上 你配吗 彭九根被我激怒了 他大吼道 那你就只能死了 好啊 那就一起死呗 我说着 举起了一纸藏在右手里 刚刚在屋里用酒精和玻璃瓶 外加村长猎枪里找到的火药 制成的燃烧弹 24 彭九根他们被我手中的燃烧弹吓到了 他们退出院子 但依旧将这个屋子团团围着 彭九根看出了我的软肋 我的肩膀上有伤 而且那个伤口还在一点点肾血 靠脱 肯定是脱不过他们的 天快亮了 温玉过来 让我回屋里休息一会儿 他来替我 我摇摇头 一旦换成温玉 外面的人肯定就会冲进来 这个村子建在一个山坡上 但村长的屋子并不在地势最高的位置 所以他们随便派一个人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 名义上 他也是村长的女人 他们不会伤害他 温润开始并不答应 但我反复告诉他 你留在这里也没用 而且 我也希望他能帮我去看一下小鱼那个小女孩 最后 他才答应了我的要求 临走前 他要给我做点吃的 同样被我拒绝了 我说 你一旦给我做吃的 不就让他们知道你已经和我一伙了吗 你还怎么出去啊 最终 温玉只在我脚边留下一碗水 而果然如我所料 温润出去后 彭九根他们并没有为难他 只是对他发出了一阵嬉笑 肩膀的伤口变得越来越痛 我感觉头有些晕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发烧了 我将水喝掉后 肚子开始有些饥饿 摸了摸口袋 居然摸到了一块巧克力 奇怪 这难道是我给小鱼的那块 那孩子 是什么时候塞给我的 我将巧克力连皮一起塞进嘴里 巧克力的甘甜 让我一瞬间又有了些力气 村子里响起了鸡鸣 右手开始越来越骂 这种情况 真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了 可要是死在这里 我还真是有点不甘心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心里下定了决心 反正也逃不出去 就这么迎着日升 出去跟他们拼了吧 这种死法 应该也挺浪漫的吧 但就在我准备点燃手中的燃烧弹 先将它丢出去时 忽然 屋外传来了喷的一声炸响 奇怪 这燃烧弹 我还没点燃呢 是我出现幻觉了 喷 喷 又是两声燃烧弹爆炸的声音 混杂着凌乱的枪响声 以及男人们的惨叫 与此同时 我听到这个屋子四面八方 传来了许多急促的脚步声 这些脚步声 正在向着这个小院靠拢 我甚至还听到了拖拉机的声音 然后 我听到彭九根狂怒的骂道 你们这帮臭娘们 是要造反吗 25 有人开着拖拉机 拉来了两个水泵 朝这些身上着火的男人们喷水 我打开门 看到了两道强大的水压 正把这群刚刚经历过 几个燃烧弹洗礼的男人们 冲得狼狈不堪 而他们手里的土之猎枪 在水压的冲击下 估计也已经报废 跟木棍没什么区别了 不远处 那些曾经被这群男人 弃乳求尽的女人们 正拿着叉子 锄头 菜刀 向着他们围了上来 而带头的 正是温玉 这姑娘 看来比我想象中要厉害得多 彭九根被烧得灰头土脸 看到我出来 她举起手里那把湿漉漉的猎枪 对着我大吼道 臭娘们 玩叫虎离山是不是 这就弄死你 我懒得跟她说话 直接一个飞跃 双腿夹住彭九根的脖子 将她一把摔在地上 脑袋重重着地 彭九根的体质确实好 被剪刀腿这样摔了一下 居然还想试着爬起来 可我根本不会给她机会 我一个翻身压在她身上 举起枪托 罩着她的脑袋一阵猛砸 终于 这个封寨的老大 不动了 我站起来 看向面前剩下的男人们 你们 还有谁不服的 这些正处在水深火热里的男人们 本来就已经狼狈不堪 此刻看到他们的老大已经倒下 欧打 施暴的女人们投降了 看到这样的场景 那些女人 有人开始欢呼 有人则失声大哭 那时他们压抑了不知道多少日子 甚至多少年的情绪 终于在这一刻 全都宣泄了出来 26 我看着温玉带领女人们 将这些恶棍们统统绑起来后 才体力不值地倒下去 村里没有信号 他们没办法报警 但好在有人去村外的路上 拦到了一辆空巴士 巴士司机听到了这些逃出来的女人的经历后 大吃一惊 答应先把他们送回到城里 其实 只要把村子里那个电磁信号干扰器拿掉 信号就能恢复 但我没有告诉温玉 因为那些男人里许多奄奄一息 我想等他们离开后 自己来报警 然后告诉警察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我不希望这些女孩 是带着伤人甚至是杀人的污点 离开这个村子的 我想他们都干干净净的 去迎接自己的第二人生 温玉走过来 问我真的不跟他们一起先走吗 我摇了摇头 说我还得留下来看着这些男人呢 温玉叹了口气 然后说 对了 我在鹏牙子家找到了这个小男孩 他确实是被鹏牙子拐来的 可他不叫小鱼 他说他昨晚听到了你和鹏牙子的打斗 所以一直待在自己的屋里 没有出来 我看着温玉拉过来的这个同样脏兮兮 却和我印象里的小鱼 盼入两人的小男孩 脑子嗡了一下 姐姐 谢谢你救了我们大家 男孩怯生生的说道 可这不是小鱼啊 小鱼呢 小鱼去哪里了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孩朝我走了过来 大大的眼睛 小巧的五官 我一眼就认出来 那才是小鱼 我指着那个小女孩说道 温玉 你看 温玉和男孩同时转过头 可眼神里却露出一脸茫然 你们都看不到吗 温玉愣愣的看着我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看着小鱼那张似曾相识的脸 我忽然明白了 我笑着对温玉说 没事 是我记错了 那个叫小鱼的女孩 自始至终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她就是当年 那个只有八岁的我 二十七 我明白了白雪为什么说 组织要以我精神状态不稳定为由 将我除名了 我也明白了那晚 彭牙子为什么惊慌失措的 说我是个疯子 看到我一直对着空气说话 她一定吓坏了 温玉 没事了 你们先走吧 别让司机师傅等太久 我对温玉说道 与此同时 小鱼在我旁边坐下 我抚摸着她的脑袋 她头上那些伤痕的形状 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 依旧在我心里历历在目 挥之不去 八岁那年 组织将我从人贩子手里带走 我深藏在心底 挥之不去的心结 我以为早就已经遗忘 可她还是化作幻象 不断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如果当年 带走我的不是组织 如果当年 那些伤害可以被治愈 想到这些 我不由地抱住这个并不存在的女孩 失声痛哭 对不起 是我把八岁的自己 一直留在那个村子里 桑鱼姐 桑鱼姐 你怎么了 温玉焦急地问道 我抬起头 苦笑了一下 刚想说没事 但下一秒 温玉忽然抱住了我 桑鱼姐 跟我们一起走吧 你救了我们所有人的命 现在让我抛下你 对不起 我真的做不到 所以我想 不管接下来会有什么 我们都应该一起面对 她轻轻拍打着我的背 就像母亲拍打着自己的孩子 那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 好像变成了八岁的小鱼 那个一直藏在我内心深处 不愿意出来的小女孩 此刻忽然站起来 笑着 哭着 想要不顾一切地 奔向我眼前这个 愿意给自己一个拥抱的人 走吧 走出去 走出这座 同样也困了我许久的大山 前路是惩戒也好 是救赎也罢 但这条路上 我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